欢迎收看小婆七车资讯网 我是当家车手阿娟 接着为各位带来本周的车坦快报 在上一则周报中 光阳原本预计于7月底举办的新车发表会 因为天灾关系延后至8月初举办 与此同时 在最新一期的环境部噪音检测名单中 光阳也提交了一台名为Yogurt的燃油车款 这名字听起来是不是相当熟悉呢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上一期报道中 光阳已经向我国智慧财产局 提交了Dopa、Herban与Yogurt 多项商标专利 虽然上不确定究竟是用在燃油车款 还是电动车上 但在这次的资料中 几乎可以确定 Yogurt就是一台排气辆124.6cc的CVT速克达 接着看到车型代号方面 Yogurt一共有 SZ251A、SZ251B、SZ251C、SZ251D 等四种车型 除了代表着该车可能会有 叠煞、古煞、ICBS版本外 以SZ25为开头的车型组代号 更是与奔腾K1 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 看来Yogurt也将会是一台 以油耗表现为特点的车款 清晰可爱的车款名称 也非常有可能就是之前网友拍到的 双LED大灯旅行车款 反观竞争对手三杨 旗下不仅有主打超级省油的 双火星塞全新敌绝 与同样搭载AMIS的 CLBCU新世代女性车款 看来光阳现在也将补齐 这块产品空缺 究竟真面目如何 就让我们近代 8月1号纳到最亮的光吧 在国内拥有广大 死忠支持者的台湾山叶 最近在国内市场的动向 可以说是话题不断 除了海外市场 才在今年发布大改款MXY 前阵子也传出 白牌轻挡MT15的国产化消息 在未来也不排除 有更多进口车款国产化的规划 这些举动都让大山叶车迷们 五不振奋 而在刚刚落幕的 2024国际重型机车展上 台湾山叶居然火速为大家带来 车展前夕 才刚刚在海外正式登场的 MT09 YAMT版本 几乎可以称得上是 本次车展中最大的惊喜 虽然一如先前外媒所推测的 这套YAMT电子换挡系统 将率先搭载于当家运动街车 MT车系 但没想到这么快 就在国内可以见到本尊 如大家所见 MT09 YAMT版本导入了 可切换手动自动换挡模式的 电子变速箱 此外原厂也针对 内置弹簧的变速感 传动齿轮进行优化 使这套电子换挡系统 在手排模式下 可以更顺畅地结合每个档位 更重要的是 这套YAMT系统 也只让MT09车重增加不到3公斤 骑士可以在保有最大的骑程乐趣之下 享受更加的便利性 究竟台湾商业接下来 还隐藏着哪些彩蛋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在今年Ducati全球车主聚会 Ducati Week 2024前夕 原厂发表了时事级作品 品牌旗下第七代的 Panigale V4重磅登场 首先随着Ducati今年来 制爆欧洲赛场 WSPK与MOTO GP以来 品牌声势胜沉上 全新的Panigale V4在外观部分融合了 经典的传奇型号916的线条 与现代车款流线的设计与会 加上车头两侧浮夸的空力套件 让人一看就马上知道这是一辆Ducati 而源自MOTO GP的空气力学设计 让这台车的外观 可不仅仅是看起来帅气而已 无论在减轻骑士风压 增加水箱附近空气流量的帮助 效果都显而易见 尽管动力平台仍维持 1103cc的V型四缸引擎 经过小幅度的优化调校 这道马力来到216P 电控系统也在基于DVO的 先进演算技术下 提供更精准的循机 防孤轮功能 并导入全新的RAIS-E CBS系统 将弯道ABS与联动式刹车概念整合 在赛道上 车主可以以最接近职业车手的姿态 精准切入弯道 并细腻地得到良好的前后轮速控制 补油出弯 也能在全新设计的车架悬料系统辅助之下 提升单圈成绩 虽然大改款后的Panigale V4 大胆地舍去招牌的后单摇臂设计 但相信在这不容置疑的性能面前 早已不足挂齿 随着北美HONDA在5月发表CIVIC小改款版本后 最近原厂接着带来运动化定位的CIVIC SI 一大看连在于外观小幅修饰 内容车机也迎来Google服务功能 美观小改款的CIVIC SI 外观除了前保杆以及中央六角形水箱护照 经过重新设计之外 车尾另带来熏黑尾灯与牛角造型后饶流尾翼 有效提升车辆高速稳定性 再搭配新式样黑色18寸铝圈 让造型更去动感 车舱大抵维持与旧款相同铺陈 这次首都搭载10.2寸全数位仪表 与悬浮式9寸触工主机 车机方面新增了Google语音助理 Google地图等APP应用程式 此外一体式运动座椅也同步带来加热功能 为了彰显此车运动化定位 像是方向盘铝制排档杆 接导入红色车缝线点缀 营造热血驾驭氛围 动力系统维持不便 采用1.5升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匹配6速手排变速箱 与前轴线滑差速器 可提供200匹最大马力 与26.5公斤米峰值扭力 看到这里是不是口水都流干了呢 很可惜目前台湾本田并没有导入规划 有兴趣的只能寻求贸易商管道购入啦 有在关注国内两轮动态的车迷 最近应该都被ADXTG BRAX以及ADV350给洗版了吧 没错 有鉴于国产ADV造型大洋热潮 国内大厂光阳工业 在上周车展上 发表了一台造型前卫的ADV大洋 XITING X350 与城市休旅风格的X-TOWN 250ST 大家相当关注的XITING X350部分 以棱角相间的线条 亮眼的轮框烤漆 在车迷眼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过仔细一看 该车款就是在今年5月 北京车展上曾亮相的车型 采用着传统CVT传统系统的结构 并搭载黄牌集聚的引擎 虽然本次官员针对两款车 并没有提供详细的规格数据 但却也表示 X-TOWN 250ST将在今年第四季登场 XITING X350则预计在明年第一季登场 相信到时候也会有更进一步的资讯公开啰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是阿中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wollen股